我們叫他慢慢減少份量 還有現在外面有些低因咖啡 低因咖啡 可能有很多連鎖的咖啡店都會有這件事 那你叫他過口印 還有印婦很乖的 一拖了就什麼都聽話 所以他們欺著想 所以你叫他戒什麼他都會戒 所以印婦應該大部分都是好聽話的 所以都要盡量小心 所以我想是青少年要小心 甚至乎一些藥物的幫助 所以記得聽雷博士的經驗之談 分享我的親身經驗 還有林思維剛才說 在營養方面的影響 大家記住 健康都是由你自己去管理的 喝還喝 最好從小開始一直都保持健康的習慣 或者再提醒一下 每一天不多過多少杯咖啡 我們建議如果成年人 每一天就沒有超過400毫克的咖啡 你預計他大概一杯8盎司的黑咖啡 大概有100毫克的咖啡 那籠統一點說 每一天不要超過3至4杯的黑咖啡 另外喝咖啡的時候 盡量不要加太多糖 不要太多煉奶 不要加太多奶奶 如果不是就除了咖啡因影響之外 體重都會受影響 那我也要小心點 剛才就好像雷博士這樣說 如果本身有貧血 骨質疏鬆症 比較大機會的人 盡量喝咖啡因的飲品的時候 不要和食物一起吃 如果不是有機會好像雷博士這樣 那麼長時間去做這件事 可能會影響一些色素 但對健康有影響 好的 謝謝 各位朋友可以重溫我們這個題目 再聽清楚細節 我們上個星期開始 這兩個星期三都是講 咖啡因那個利弊之處的 下個星期再見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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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幅接近0.4% 法国CAT指数收市部7533点升35点 升幅接近0.5% 德国DES指数收市部15882点升93点 升幅近0.6% 原有期货价格收市变动不大 中国乐观的经济数据 抵消对于美国可能继续加息 或者影响经济增长的担忧 伦敦布兰德企有收部每桶84.77美元 上升0.01% 纽约有收部每桶339 人民币6.877 英国兑美元1.243 欧元兑美元1.098 欧元兑美元0.6店铺租任同买卖成交 价量齐升 预计今季的铺位租金和买卖价 中原表示本港首季录得1,172宗 商铺租任成交 涉及约1亿3600万 按季分别增长1.8和1.7 单计3月录得548宗成交 平均赤租81.7 按月分别升5.3和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由黄凤仪报道新闻 港岛部分地区定晨12点45分 发生电压罩降引致停电 并导致当中被困星降机和火警装明响的事故 电力供应大约两个钟后陆续恢复正常 受到停电影响 东区和南区多处街灯 同交通灯熄灭 汽车需要慢洗 运输署总运输主任许家耀表示 目前港岛区仍然有几十组交通灯失灵 呼吁駕駛人士交配注意 市民和学生就要提早出门 受电力供应故障影响 现时在香港岛仍然有几十组交通灯失灵 分布在不同的地区 我们运输署上在这里作出几个呼吁